讲来说这场的其中考 也就是县市党选举表现是结果不如理想 那么另外在明年的直辖市长的选举 升格的新北市就被视为是关键的选区了 因为国民党一旦输了这里 恐怕就会危及到马总统的连任之路 副党高层目前传出已经锁定了 副格魁朱立伦准备要来参选新北市市长 迎战民进党可能会推派的苏贞昌或是蔡英文 而现任的台北县长周锡伟则表示 欢迎优秀的人选来挑战 这两个字不光是周锡伟 县市长败选的国民党现在可能更需要加油 这次的选举还是有一些地方 我觉得我们大家一起来检讨 因为我觉得会选黑寒抹黑 然后打口水战的比例占得太高了 面露忧心无奈因为县市长选不好 明年直辖市选举连任的周锡伟 更担心会有骨牌效应 全主党中央锁定复格魁朱立伦辞官挑战新北市长选举 中央有意空降周锡伟先把原则说清楚 国民党如果觉得明年的选举很重要 那初选就早一点开始 国民党是一个民主的政党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民主的示范 所以有任何好的候选人出来想要挑战现任的 我觉得都要欢迎他们 乐见君子之争国民党方面打算用初选定苏赢 形象好的朱立伦无论对上苏贞昌或是蔡英文实力相当 高层视为胜选王牌积极劝劲 而朱立伦本人的确认真思考 最快农历年后持续富格魁的职务投入国民党内初选 中期新闻蔡木齐许家瑜台北报道